好,那我們回到今天的題目 我稍微share一下我 我稍微share一下我這邊的一個參考的答案 那因為我想強調一點 Perl 是 是一個叫做 可以 波爾的最大的一個 哲學叫做 There is more than one way to do 永遠有超過一種的辦法來做 那我寫的這些方法是比較基本的 那就是它的 它基本上是跟 Perl 比較無關 它跟訓練大家如何使用 Folk & If 比較無關的 那事實上你有比較快速的做法 那我避開它是比較快速的做法 OK 那第一題大概是這樣 優先我想大家大概都是用這樣寫 這是 For 加一個 If Head 第二題 對 第二題大概也是這樣子 所以應該比較簡單吧 那第三題 因為大多數的都有 Overcount 到第三題 第三題應該也都蠻簡單的 標準的做法 第四題齁 大家是怎麼做 那個 Tommy 要學一下你是怎麼做 第四題是什麼 就是那個每隔兩個印一次 我讓它每一次間隔加2 喔你用間隔加2 後面那個條件哪裡加2 有沒有用其他做法 取余數 取余數 余數是取i的余數對不對 對 對 兩個方法都可以 其實有時候我們學習的程式 我覺得也不是一個邏輯 就是你在熟悉說你如何用這些東西 來達到你要的目標 那這裡的方法是 本來我們不是 本來是 i 加加碼 那每一次加2 這樣子也可以達到目標 你怎麼樣去使用你手上工具 去達到你想的東西 就好像跟一些螺絲 跟一些機線 那你要怎麼組合出一個 鬧鐘 收音機 正空管 對 那 主要是 透過怎麼樣去達到 用程式來達到你目標 這個過程才是程式比較大的訓練 那 第五題 各位數為式的數 用這個方法的舉手好嗎 用這個方法的舉手好嗎 取實 取他跟他取實的余數的方法 的舉手好嗎 那不是用這個方法可以share一下你們用什麼方法嗎 除以四 什麼 除以四 除以四 等於等於你 它就出來了 嗯 對嗎 不對不對 不行 欸 你可以share 四其實是 不等於 剛才好像有人用subs的是不是 嗯 是加一除二 什麼 加一除二 加一除二 對 蛤 所有的數字先加一 然後先除以五 看那 余數 然後再除 然後再除 然後再所有的數字 那球隊的數字裡面 再看他那個 對 看他是不是偶數 你能問 加一除二 然後再看他 沒有先加一除以五 然後再看他是不是偶數 加一除以五 看他是不是偶數 加一除以五 看他是不是偶數 嗯 加一除以五 看他有沒有羽數 然後看是偶數的 喔 加一除以五 然後剩下是基數 而且沒有羽數的 而且沒有羽數的 那加一的話 如果他可以整除 就代表他是生長 對啊 對啊 是沒錯 對啊 讚 還有沒有別的方法 還有沒有別的方法 subs test 你要不要檢視一下 你是怎麼樣 Moe 這個 就是 他指定好像有一個提取 第一個提取之外 然後拆開以後的 第二個位元 然後只提一個字 然後就變成 第二個字元吧 不是位元 對啊 第二次 OKOK 還有一個方法 還有一個方法 是這樣子 這次沒有教的 這次沒有討論的 這樣子 這樣子 對 用Regular expression 因為 Perl 裡面那個數字 跟文字是相同的 所以你以四結尾 這是很單純以四結尾 做法 對 OK OK 這些方法都可以 There is always more than one way to do it OK 或者是你也可以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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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除以四 然後剩下的是 十的倍數 對 這也是一個做法 不過這個做法 跟這個 其實是同一件事 對 可以嗎 不過我覺得大家很聊不久 竟然有人 用Substance的方法 方法 第六題 大體上應該 如果有解到第六題的朋友 應該 方法都未脫離這個方法嗎 對 有沒有人不是用這個方法的 沒有喔 就是 這個方法就是 我找到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 然後跟每個比較 從第一個開始 我每個比較 每一次每一次 我去找出比較大的 其實這個已經 這些東西其實大體上 已經是一個完整的演算法了 會達成一個目的的完整演算法 如果這些是屬於簡單形式的演算法 那第八題 會寫第六題 第七題 大概就是 把它摳過去 然後大魚改成小魚 這樣子而已 那大家會覺得 這次跟這個突然間 從六十分跳到九十十分的 第九題有很多個寫法 而且第八題有很多個寫法 那其中一個方法是大家覺得 其中一個方法是大家比較 很多人覺得 很多人覺得比較 乾脆就寫出第九題了以後 然後就可以寫第八題了 這是完全沒錯的 那有一位走調的是誰 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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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ok的 那這個是ok ok 好 那 對 用內建的sword 第九題它也是這樣子 直接就直接出來了 這樣子 那當然我們今天 今天課程主要是 希望大家能熟悉這個 if跟for for跟inf 然後甚至熟悉 基本的一個演算法的 基本概念 所以我們 比較不努力這個方法 但是我並沒有 並沒有限制大家 不能用這個方法 ok 好 那用 排序的話就是能找出第二個 那我這邊的方法是 比較 單純比較接近 一般人的想法 先找出最小的以後 然後 接下來找出第二小 第二小的方法跟 最小方法一樣 只不過它加上一個條件是 它和 最小不一樣 就是 差別只有差這一段 ok 差別只有差這一段 那 同樣的 可以看得出來嗎 這一段 和這一段 是一樣的 ok 我把字放大一點 我把字放大一點 好 對 這一段 和這一段其實是一樣的 完全一樣的 差別只有在說 它不是最小的 它不是命 它不是命的話 那就是第二個命 嘿 那 接下來晚點 晚點 我會把 或者是大家如果等一下有興趣 可以來我這邊call 我 我試著做的解答 那當然就是我講 不只一個解答 剛才我們也討過很多題 都有很多解答 這樣子 那所以這只是一個參考的解答 那 ok 好 第九題是 經典的 標準經典的做法 我想很多人都會採用 selection saw 或是selection saw 的那個 的 selection saw 的延伸度 這樣子 那第九題 我們說過第八題 第九題它程度是比較高 因為它 後尾圈裡面有一個後尾圈 它是兩個後尾圈 再加一個一幅的組合 那可是它的做法 基本上跟 前面的 第六題的 前面第七題的做法 它只是第七題的做法 的延伸 你首先找出第一個 或者說你可以說是 第八題的延伸 你找出 第最小的 然後接下來找出第二小的 找出第三小的 找出第四小的 所以它是一個selection 這就是我們 比較經典的 氣泡 選擇排序法 對 一開始我先假設 先假設它是第一個 那如果 如果後面的有比它 如果後面的比它小 那就 再取後面的 那取到後來 第一輪取完了以後 命一定是最小的那個 那命最小那個人 我就把它跟第一個不管 那接下來剩下的部分 我再從剩下裡面 再找下一個 最小的 這個大家回去可以想一想 對 那好 關於今天的課程大體上有沒有問題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想問的 欸 如果持續 就是 拼課的這個語言 想說先 你也想去寫的 那 想不想生什麼 啊 我會建議 因為其實今天我的課程 主要是專針對 我之前的經驗上 寫程式 其實就是 一二三 三位這樣子 這種狀況 寫程式最 最容易卡住的地方 就是IF跟FOR 流程的控制 那 如果你今天 流程控制熟悉了 那 如果你想要再進階的 流程控制熟悉 你其實做任何語言都很容易 所以我今天盡量不碰CORL的 今天不碰CORL的東西 今天盡量只有講 流程本身的東西 今天盡量只有講 如果你要接觸流程的話 要接觸CORL的話 要接觸CORL的話 兩本 推薦的書 對 這本算是經典教材 CORL學習手冊 然後另外一本是 CORL 下載就有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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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稍微支持一下作者 對 CORL程式設計 這一本叫做洛瑪書 因為他 原因當然是因為他前面一支洛瑪這樣子 然後這一本叫洛駝書 然後這一本叫洛駝書 洛駝書 洛駝書比較特別的是 他作者裡面 第一名掛第一個作者是 Pearl的作者 所以你事實上 你看到的是 Pearl的作者的 他自己寫的東西 那我 我上個 應該是這個月 因為我有幫那個 叫什麼 幫 那只要之前訪問過 啊 IT Home 寫過一個 推薦書 那我那時候是推薦這一本 因為Pearl 是一個 對 我覺得一個程式裡面 一個程式 有時候你學一個程式 不只是學程式 對進階的工程師來講 如果你不是進階 你可以把這段跳過這樣子 但是學程式的話 你是在學一個 一種哲學 那 每一種程式語言都有他的哲學 那 這本東西是 Larry Wall Larry Wall 他把他的 他對於Pearl的想法什麼的 都有在裡面寫得很清楚 那我覺得從這裡面 你可以更深度了解 Pearl的精神 那我會覺得 Pearl是一個 是一個 我以前會這樣講 他是一個魔法師的一天 那他的 他有兩個理由 一個是 因為Pearl的 程式看起來很像 很像那個叫什麼 魔法 大卷軸一樣 對 上面都是魔法符號 很難看的 那 但是你可以用 很簡單的魔法符號 可以創造出很漂亮 很驚奇的東西 譬如說一行 只要一行就可以做到別人 要花二十行 甚至一百行的人 才做得到的事情 對 那所以 如果你想當魔法師 都歡迎來 歡迎來學Pearl 這樣子會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對 就是因為一本書 一本是這個 Pearl是Pearl 一本是LearningPearl 一本是LearningPearl 在那個 重慶南路的 兼容書局都可以買得到 如果買不到 你可以叫老闆放一遍 一本是Pearl學習手冊 一本是Pearl城市設計 那請助理是歐萊利出版社 其實歐萊利出版社 你可以看得 從這個Logo可以看得出來 歐萊利出版社 根本是靠這本 為什麼 對啊 不然他Logo 他這裡根本就已經放了洛瑪 對對對 這是同一支洛瑪 對啊 他有沒有其他有 其他問題 那我講那個什麼 是不是還有同學還沒有寫那個 有 正在寫 點那個 11 12 13 16 17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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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那你进去专案 上面专案管理的地方 那这是我自己另外一个专案 那你看到左边有一个规划释出 那你规划释出首先你要做一个东西 叫新增一个版本 Virgin这里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填两种之一 但是这边随便大家填 那0.01 表示这个还是不算完美的部分 然后或者是1.0 如果你觉得你这个是OK的 你就填1.0 好 那这边可以 然后这边你可以选日期 适日期其实用今天日期 申请于不知道 合理第二 请大家同样同组 同组麻烦请互相协助一下 可以吗 是 有 找到你的專案了以後,然後從左邊規劃進入專案件事 你已經過了嗎? 沒有已經過了 你看一下名單 沒有名過 或者是0點,你不要謙虛一點的話,你不要名 你可以 這是今天你的成果 然後如果,好的,那個同樣的如果還沒比較有困難的同學,請同組的幫忙寫入一下 那請自己出聲 不要有困難的同學,請自己出聲 另外請大家從這邊版本新增 欸,不是 不是,版本是在裡面,規劃四出裡面 版本是在裡面 版本是在裡面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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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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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